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今天表示 联合国正为乌克兰境内约100万人提供紧急食物 但警告有更多人正在挨饿 有些成人为了让孩子们有的吃 宁可自己饿肚子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个月后 总部位于罗马的WFP称 尽管安全上的问题 但WFP已设法供应食物给乌克兰各地弱势人群 那包括向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许多家庭 提供33万条新出炉的面包 并透过两个跨机构人道 向北部城市苏米以及哈尔科夫的冲突地区提供食物 WFP说预计未来几天会有更多运送食物的车队抵达乌克兰 WFP乌克兰紧急协调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从头开始建立行动并取得食物 共计100万人 堪称是一场巨大的挑战 但他补充说 如今架构已然就绪 我们需要资金以继续提供援助 帮助300万有需要的人 这个联合国机构表示 乌克兰境内有超过650万人流离失所 食物是人们最关心的三大问题之一 估计有45%的人担心找不到足够的食物 WFP说 据报现在有五分之一的人 不得不减少用餐的分量和次数 还有些成人不吃饭 好让他们的孩子有饭吃 该机构表示 需要5亿9千万美元 来帮助乌克兰310万人 有需要的这些人